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为救人 她举债700余万 债台高中 痴心错付 未来何去何从 荒唐的网狱 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2023年12月11日 上海警方远赴北京 敲开了阿紫的家门 阿紫是一名演员 当时他正在网络上直播 得知被警方拘传 阿紫显得十分惊讶和茫然 阿紫刀案后才得知 是曾经给自己帮过不少忙的朱先生抱的情 这位朱先生曾是阿紫直播间的常客 他出手阔绰 曾在阿紫身处困境时多次慷慨接囊 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日说法 朱先生之所以报警是因为他认为阿紫涉嫌诈骗 可阿紫认为他与朱先生之间只是借贷关系和诈骗不沾边 现在朱先生请警方介入并将他给抓了 这让他觉得很诧异 那么两人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是非如何分辨呢 阿紫是一名演员 但是从2018年开始 阿紫长时间接不到戏 没有经济收入 这时 一个朋友见阿紫在网络上进行直播 我刚开始本来是不接受的 我其实挺看不起直播的 我那时候本来还给自己定了一个期限的时候 到多少时间就停止 绝对不会再播了 虽然不喜欢网络直播 但是迫于生计 阿紫还是坚持了下来 在阿紫直播的第三年 他认识了朱先生 阿紫和朱先生的故事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2022年8月的一天 阿紫在直播时 朱先生无意间刷到了他 朱先生很大方 一开始就给阿紫送了不少礼物 但当时 阿紫对朱先生并没有什么感觉 刚开始朱先生来的时候 我挺不喜欢他 我对他说话也不太客气 因为他在我看来就是跟其他那些 你用俗的人没有任何的区别 上来就是也说 阿紫的那些礼物给你可以要微信 我就直接私信怼了他 阿紫的态度 朱先生可能是感觉到了 他认为自己很冒昧 于是向阿紫道歉 朱先生之所以关注阿紫是因为他在直播中讲到了一些关于影视圈的事 这些内容极大地满足了朱先生的好奇心 朱先生在剧图里面发现一件什么千奇百怪的事情 朱先生与阿紫认识以后 便每天都来看阿紫直播 没事就在网上和他聊天 渐渐的 两人对彼此有了更多的了解 也熟络起来 那么时间久了呢 就说他就觉得和这个主播呢有一些感情上的交流 那么然后主播也主动就是跟他有一些感情上的这种联络啊什么 他们相互之间都有示好的这种表示 就是说不是明讲 但是他就是多多少少 他平时的他们交流当中呢 他有点暗示 就说他们可能有将来 随着两人交流的增多 阿紫告诉朱先生 因为家庭连遭变故 他欠了很多债 经济状况十分糟糕 日常生活的开销都难以维持 为了把债务还上 他拆通墙补西墙 亲戚朋友的钱都借变了 能想的办法都想了 甚至还有把我自己参加节目比赛迎来的优优派都给抵出去了 各种平台 可能都得有十个十九平台呢 各种的贷款 因为签了太多的债 阿紫陷入深深的焦虑 常常难以控制情绪 曾多次在直播时崩溃大哭 那个时候情绪状态也不太对 我试困过很多次 就是在直播间里歇斯底里的那种呢 就是嚎啕大哭 他一会儿说被人抵战 一会儿说什么家里面是什么 什么有人 什么要交房子 或者是生平 对于阿紫的处境 朱先生也十分着急 朱先生从事金融行业 手头比较宽裕 为了帮助阿紫 朱先生除了在直播间送礼物 甚至还直接给阿紫打钱 一开始有点就是我是主动的 就是说收集他钱 一开始可能五万八万的时候 我觉得还好 他本人的收入呢 还是可以的 朱先生一开始呢 他也没有把这个就当作一回事嘛 他认为正常的或者说是男女之间的交往 感情的投入呢 随着借给阿紫的钱越来越多 朱先生的财务状况也开始吃紧 此时两人的关系也没有任何进展 朱先生就是时间越久嘛 也没有感到他们的这种情感啊 双向的奔赴的这种情感 他好像觉得不像他想象当中的那种 可能会进一步啊 或者有什么发展或者怎么样 朱先生本想和阿紫发展成线下的朋友 但和他认识没多久 就一直在帮他解决债务问题 这让朱先生对这段关系感觉有些抗拒 朱先生和阿紫在网上认识不过几个月的时间 还没有见过面 就通过微信给阿紫转账几十次 到2022年11月29日 朱先生已经累计借给阿紫152万元 当时阿紫在微信里给朱先生打了一份借条 并保证到2022年年底将欠款一次性还清 可是到了年底阿紫一分钱也没有还 那时朱先生的财务状况也很紧张 于是催着阿紫尽早还钱 阿紫被朱先生催得急了 又拿不出钱来 只好告诉朱先生 之前所说的因为家庭变故而欠债不是实情 真是的原因是为了帮表弟陆子齐脱离困境 为了证实自己所言非虚 阿紫组成了一个微信群 将表弟陆子齐朱先生拉了进来 表弟陆子齐在微信群里和朱先生打了招呼 主动提到阿紫欠钱确实是为了他 阿紫告诉朱先生 表弟陆子齐因为交友不慎 困在了赌博窝点 被社会团伙控制了 而表弟和父母的关系已经闹僵了 现在没人管他 阿紫说他和表弟从小一起长大 如果自己不帮忙 他怕表弟真的会有危险 而自己之前借的钱 其实都用在了解救表弟的事情上 阿紫让朱先生不要担心 钱肯定能还上 因为表弟和他妈妈有一个联名的理财账户 里面有六百多万元钱 只要花点钱运作一下 把账户过户到表弟陆子齐名下 账户里的钱就能取出来 到那时陆子齐就能脱困 阿紫借的钱也全部都能还上 表弟陆子齐在微信里承认这件事是真的 朱先生思虑再三 相信了他们的说法 决定继续帮忙 也只有这样 朱先生才有可能拿回自己的钱 这时朱先生已经累计借给阿紫 二百四十余万元 而朱先生之所以大量的借钱给阿紫 除了同情与信任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因为我想你一个北京人 哪怕家里有一套房子两套房子 你到最后你哪怕钱一张两万 你把这个房子一卖 你不可能说去做老 让你把钱还上回就行了 但是谁没想到他是一成二百人 钱是陆续地汇给了阿紫 可阿紫所说的联名理财账户里的 六百多万元钱迟迟没有见到 朱先生着急了 不停地催促 可等到的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 朱先生数次催债后 再也忍受不了这样无限的拉锯和循环 于是选择了报警 警方接到报警后 对朱先生的转账记录进行了调查 我们通过调取朱先生向我们警方提供的 他个人的银行的一个完整的交易明细 我们从中可以看到 他向阿紫共转账近两百四十余万元 从2022年的8月至2023年的4月份 都有转账 跟阿紫之间的转账记录将近有数百条的记录 那么朱先生转给阿紫的两百四十余万元 到底是借款还是诈骗呢 阿紫最开始并不承认是诈骗 说自己只是为了挽救表弟 而向朱先生借的钱 可通过警方的一再追问 阿紫最终承认 自己所讲的并非全部是事实 阿紫交代 他借钱救人是真 可救的不是表弟陆子奇 而是男朋友陆子奇 阿紫回忆 认识陆子奇是在2019年末 那时他刚刚开直播不久 陆子奇最初以粉丝的身份进入他的世界 并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因为陆子奇第一个月就给他打赏了20万元的礼物 是会懂得讨人欢心 是懂得就是在情绪上安慰别人 就是会时不常地问一下 你在做什么 你在需要什么 你什么吃了没有 身体怎么样 就等等等等 这就是琐碎的细节 然后你会觉得说 好像别人能关注到你的细节会更好的 阿紫多年前离婚 之后并没有建立稳定的感情 现在突然有人嘘寒问暖 让他有点感动 更重要的是 这个陆子奇似乎很懂他 慢慢地 在阿紫看来 两人已经是恋人关系 也是在这时 阿紫知道陆子奇比自己小十几岁 从他双方的聊天记录来看的话 其实阿紫对陆子奇还是蛮迷恋的 对于他的一个感情其实还是蛮依赖的 对于有过一次失败婚姻的阿紫来说 陆子奇的出现无疑是他生命中的一道光 此后他们的互动变得十分频繁 每天都在网上聊很久 但很快 他们感情发展遇到了一些障碍 有一天 陆子奇告诉阿紫 他的家人强烈反对他们在一起 为此 陆子奇和父母闹翻了 现在他已经从家里跑了出来 准备来北京找阿紫 他本来说来跟我见面 跟我说是当天半夜 本来跟他爸爸吵了一架 偷偷地溜出家了 但是没给我打电话 给他一个朋友打 然后就说先上他朋友家里面去住了一段晚 结果去了这个朋友家就把他给扣住了 陆子奇对阿紫说 他的这个朋友是开赌场的 之前因为生意上的事情 他欠这个朋友钱 朋友要陆子奇还钱 还上钱才放人 听了陆子奇的话 阿紫认为他必须为这个小男朋友做点什么 他先是拿出自己20万元的积蓄给陆子奇 但对方说这些钱还不够 于是阿紫开始在网络上贷款 可钱还是不够 最后阿紫从亲戚朋友那里借 阿紫说他很为难 因为在此之前 他是一个从来不借钱的人 因为陆子奇阿紫借了很多钱 压力非常大 这时陆子奇让阿紫不要着急 因为他和妈妈有一个共同的理财账户 里面有600多万 只要脱关系把里面的钱取出来 他就可以脱困 阿紫借来的钱也都可以还上 但是脱关系取钱 要先花钱 就要怎么想办法 可以去 他来单独把这个联名账户里面的钱取出来 然后呢又找这个关系 找那个关系 送礼 送这些都是我来套钱 请客吃饭什么等等 那时阿紫在网络平台上已经待无可待了 亲戚朋友也戒变了 这时陆子奇给阿紫出了个主意 让阿紫找那些有钱的粉丝界 其中就包括出手阔绰的朱先生 他在直播的时候认识了一个比较有钱的大哥 朱先生 那么陆子奇就开始想让他向朱先生借钱了 阿紫觉得 事到如今 他也只能厚着脸皮找朱先生借钱 每次借钱 阿紫都会提前与陆子奇商量 甚至每句话都会发给陆子奇看 他同意后再发给朱先生 在陆子奇的受益下 阿紫不断地借钱 直到朱先生报警 已经借了240余万 警方调查发现 阿紫帮陆子奇借钱 竟持续了三年时间 包含向朱先生借的钱 向亲戚朋友借的钱 加上网络贷款等 阿紫共转给陆子奇730余万元 这些外债 把阿紫折磨得濒临崩溃 我失控过很多次 就是在直播间里歇斯底里的那种 就是嚎啕大哭 因为在这边播的同时 突然间手机就会出现那些内容 更让你想办法 让你去怎么怎么样的时候 你就完全失控了 一方面 阿紫情绪濒临崩溃 另一方面 陆子奇一直对阿紫详细地描述 自己被社会团伙控制的生活 这让阿紫内心非常难过 那些人就让他干粗活什么的 让他打扫卫生 我会觉得那你 你曾经因为光鲜亮泪在朋友圈里 晒出的都是那么阳光的一个形象 然后收获那么收华的一个人 现在就变成了这样的 我有点不忍心 我觉得 我真不管了他要真管大脑哥怎么办啊 警方调查证实 在两个人感情的后期 阿紫的经济已经非常困难 过着十分拮据的生活 但他还在努力地拯救着陆子奇 这似乎已经变成了一种习惯 他其实在这个地步 其实是我感觉他陷得很深 他其实这个时候已经跟陆子奇 已经有长达两年的一个时间了 他每天的一些比较零碎的一些钱 就几十块钱 一两百的那种 其实他是主动给的 他主动就给他 就是说宝贝你饿了吗 你今天饭吃了吗 我给你转点钱 然后你去买点饭吃 多吃点 不要饿着 据阿紫说 三年间 他没有在现实生活中 见过这个人 甚至没有和陆子奇 打过视频电话 刚开始是在家 他还跟父母在一起 所以就父母在 后来就变成了 在赌泡泡点 不方便 你被别人控制着 不能视频 刚开始将心将意 后来就慢慢就 变得就很相信了 警方查询了阿紫 与陆子奇的聊天记录 和转账记录 阿紫所说的事实是 通过分析 上海警方认为 阿紫可能是遇到了 杀猪盘诈骗 陆子奇很可能是一个骗子 但当时 阿紫身陷其中 浑然不觉 她的真实身份 竟是一名女护士 千金散尽 只因在虚拟世界里 无法自拔 荒唐的网狱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通过调查 警方很快锁定了阿紫的网络男友 陆子奇的身份 调查结果显示 微信账号陆子奇 真实的使用者 并不是一名90后 甚至不是一个男人 而是一名38岁的女子 她是甘肃省兰州市 某医院的一名护士 警方很快就将那名护士抓住了 护士叫小新 我们在看守所里见到了他 觉得也是担心蛮久了吧 可能 然后当时 反正 警察来找我的时候 一说 我说我也知道什么事 然后觉得这个事 常常落定了 小新从事护士工作十几年了 在当地也是一份体面的工作 但小新说 其实她过得并不如意 离婚后 她孤单一人 经常在网上和人聊天 我会觉得和网上那些人聊天呀 怎么样 就是比现实中的人 可能更好一点 就更容易沟通 可能就是我去付费嘛 那人家跟你聊天的话 肯定顺着你的来聊吧 小新在网上 并没有用真实的身份 而是编造了自己20多岁 富二代的人设 经常在朋友圈发豪车 名表等奢侈品的图片 这些内容非常吸引人的注意 2019年年末的一天 小新刷到了阿子的直播 小新觉得 阿子和其他的主播不太一样 想和阿子在直播平台上 建立持久的关系 这就少不了要打赏 在最初认识的一个月 小新给阿子刷了 20多万元的礼物 小新是一名护士 生活并不富裕 那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呢 很快小新收到了信用卡 余契的信息 他想不到还钱的办法 这时小新觉得阿子 对他编造的富二代人设 很感兴趣 也许可以从阿子这里弄点钱 有那个催葬信息嘛 然后完了之后我就 去小人生跟他借一下 然后我就给他发 我说跟他借五万 然后完了反正他就同意了 就借给我了 阿子确实对小新编造的 富二代虚假人设毫无怀疑 甚至小新编造的 那个可笑的借钱理由 当时的阿子也全然相信 他爸爸会觉得 他的朋友圈是非常劣质的 他说遇到了一个女生特别的好 然后呢 他说他爸爸是不相信的 他就说他爸爸说 有本事让那个女生来 就那个转一下钱试试看 阿子为了向男友表示自己的忠心 很快转了五万块钱过来 也许这次骗得太容易 从这以后 小新就开始频繁地 编造各种借口 向阿子借钱 在后来也有借过 借过两三笔吧 然后完了以后 反正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然后就开始编造理由 就是跟他要钱了 有一天就是猛然一下 然后醒悟一看 就已经摆满了 之后 小新向阿子要钱的理由 就更加随意了 而阿子给小新打钱 似乎也成为了一种习惯 在与小新认识的近三年时间里 阿子陆续给他转了730余万 这么多钱 小新用来干什么呢 据他交代 除了日常挥霍 最主要的用途就是打赏 其他的网络主播了 金额高达490多万元 可能就是就像那种 他们就是赌博的那种毒瘾 或者是什么 就吸毒的那种 就好像有那种瘾一样 但每次出门打赏完以后吧 你说 我也会后悔 到闲下来之后 又是那种状态 他在现实生活当中呢 其实朋友也不多 和家人的关系也比较疏离 他就想在网络上面 能够和人家有沟通 收到情绪价值 尤其是在他打赏以后 女主播对他的态度 非常的热情 他自己呢 也在直播间里 找到了存在感 这490多万元钱 到底打赏给谁了 能否被追回 目前警方还在进一步调查 而当阿子得知 他的网络男友陆子琪 是38岁的一个女护士 她的心中五味杂陈 阿子从别人那里借的钱 由大额转给小新 而他自己后来 过着非常拮据的生活 甚至在被捕前 他和家人还住在出租房 直到案发 阿子的父母才知道 他闯了这么大的祸 阿子觉得亏欠最多的 就是父母 对不起爸妈 没总对不起爸妈 因为这件事情 也没到现在 他们得帮我承担了 很多的债务 我爸我妈真的是 无条件的在爱我的 我妈妈在最后 这期间为止 最后一句话的时候 她说我相信 你是善良的人 而被捕之后 小新也十分后悔 今天我们节目 请到的嘉宾 是中国社会科学院 法学研究所的 刘仁文教授 欢迎刘教授 刘教授 这起案件比较离奇 一名女演员 自己被骗之后 积蓄全被骗光了 她又借了 另外人的钱 然后这些钱 又转给了那名骗子 那么现在结果是 她很可能和那名骗子 一起要承担法律责任 你能不能结合案情 帮我们分析一下 这个案件 我们一般来说 犯罪就是主客观 向统一 对 从客观上来看 朱先生借给你的钱 你事先也是找了一些理由 后来这个理由 也变来变去 对 但是这个钱 几百万 现在朱先生 这边打水漂了 你也还不起来 那么这个问题 从客观上来看 确实那你就是 非法转移和占有了 人家的财产 是 但是主观上 他是不是 跟他这个男朋友 以为有预谋 因为我们最重要的就是 以为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那么如果是能够 有进一步的证据 证明他的主观向 自己有非法占有人家的 这样一个故意 或者说 甚至于跟前面那个骗子 有一种串通起来 一种共同故意的诈骗 那这样的话 他有可能会 在形式上 也会构成诈骗犯罪 等于这个结果 要查清楚 他是真心实意的 被对方给骗了 但是他想解套以后 这个钱能还给他 而且却是真心实意的 想还给他 这个都不一定 高潜诈骗犯罪 但是毫无疑问 他在民法上 这个要承担法律责任 就是说人家朱先生 是无辜的 这个钱 你肯定是 不管是怎么说 你要还给人家 经审查检察官认为 阿子在向朱先生 借钱之前 已经转给了 小新几百万元钱 而小新分文未还 自己也没有还款能力 但他仍然与小新 一起虚构事实 欺骗朱先生 主观上存在 非法占有他人钱财的目的 他和小新两人 涉嫌诈骗罪 2024年4月 上海市杨浦区 人民检察院 将阿子起诉到法院 一个多月后 小新被起诉 法院将择日判决 三年间 阿子没有见过 网络男友一面 甚至没有打过 一次视频电话 就转给对方 七百余万元 到最后 却是净花水月 一场空 如今 阿子不仅背上了 巨额外债 还可能要面临 法律的制裁 曾经光鲜练丽的人生 跌入谷底 令人十分惋惜 在此 我们提醒大家 在网络交友时 要擦亮眼睛 投入感情要谨慎 涉及钱财 更要小心 好 感谢收看 今日说法 也感谢刘仁文教授 参与我们的讨论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央视综合频道 接下来为您 播出的其他内容 再见